現在杜鵑颱風走了 但北北基似乎因為颱風架鬧翻了 基隆市長林又昌說 每回颱風架基隆都是被告知的 以後要走自己的路 而台北市長柯文哲一聽之後呢 趕緊回應說 應該要給基隆更多的尊重 好 第一球 和保守選手曹宥寧練習投球 柯文哲看起來興致很高 世大運公布最新票選吉祥舞 台灣黑熊 不過前一天 北北基才因為颱風架問題炒翻天 原先該共同決策的台北生活圈 在基隆市長林又昌 先行決定颱風架半天改全天的宣布中 等於破局 應該以後我們要給大家更多的尊重 不過我覺得很困難 因為我查過 基隆市每天到台北上班 大概9萬人 超過9萬人 所以北北基還是生活共同圈 所以原則上應該還是要有一個 整合的機制 我應該有一個更好的這一種 協調的機制 而不是說雙北決定在統治大陸 所以應該以後要給基隆市更多的尊重 雙北柯株連線 卻忘了聯絡基隆市長林又昌 引來嗆聲基隆要走自己的路 空著一廳趕緊緩家 強調北北基生活圈不能破裂 畢竟台北自詩為台灣首都 競爭對手早已放眼國際 台北不是要跟台灣的其他城市比 台北將來要比的是 至少是跟歐沙卡大阪 或是新加坡去比 這個不要自己再跟自己比 沒有 台北應該勇敢的走出去 跟世界的城市比 人秀公司公布 2015縣市幸福指數 台北位居第四 搶下六度第一 但柯文哲說不能再跟自己比 就看這個市長 能不能帶著台北市投出另一個 精彩好球 雨電TV 第五城還跑完新台北報導